会不会觉得民进党被为难 国会改革法案事先后 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 突然被安排来专案报告 遭质疑是民进党在私设刑堂 修理周万来 更剑指立法院长韩国瑜 把周万来找来 目的是什么大家也知道 也就是一个胜利者姿态的 乘胜追击 蓝营本来放话要号召蓝伟来关切 意外的是现场气氛平静 没爆发冲突 倒是招伟中嘉宾 邀请两名律师列席 看似来提供法界说法 却是跟律委一搭一唱 民进党这回没刁难周万来 倒是周万来被问 是否赞成宪法法庭看法 他坦言的确扩大了 对立法权的线索 培开秘书长的角度 那我的说明是 法庭里面大概可能过大的 对于立法权的一个线索 来因通批大法官沦为 执政党跟赖金德的打手 却又引用宪法判决 成连大法官都不认为 国会改革修法的过程 有违宪之余 喊话带轻咬风向的律营 该出来道歉 当时一直主张说 我们这个整个程序违法 然后号召这些青鸟 还请很多的律师来联署 说我们这个程序不合法 这些人是不是要向我们社会大众来道歉 人家大法官针对 依据现在宪法征修条文规定 文字在解释的嘛 所以如果对这个有意见 就来修宪呢 怎么会去怪大法官 律营反抢与习怪大法官 有种去修宪 宪法判决已成铁针针事实 与习真直判决结果 再也锁定下一步 宪法诉讼法修法 要遏止大法官全面染绿 记者黄家伟 蔡比翁 台北桑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